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凤林政公所31号是在凤林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了庆祝父亲节表扬活动 包括了县长徐真伟 立委傅坤奇 凤林政长肖文龙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以及多位的议员 都到场献上了祝福 肯定所有模范父亲对于家庭 以及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父亲是黑暗中的明灯 县长徐真伟表示 父亲是家庭的掌舵与精神支柱 提醒孩子要及时行孝 就像朱志钦背影 所谈到的父亲年轻坚实的身体 为了家庭变得磕楼 这就是父亲默默付出的精神 感谢所有模范父亲 无时无刻温暖的照耀保护家人 所有的父亲都是我们黑暗中的明灯 大海中的慈航 更是家里那个精神支柱和汤蔻 常常爸爸真的是不不像妈妈 这个我也可以朗朗伯伯 可以跟你这样子很好地讲话 爸爸永远是非常非常的坚毅 身为人子 身为人母 或者是每一个人 看到了父亲 年轻的 这个这么结实 这么精壮的身体到老的时候 整个背都脱了 为了家 为了孩子 这就是父亲的精神 永远都是撑在那里 而不讲话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谢谢 我们所有天下的父亲 政长相容的表示 模范父亲对一个家庭来说 父亲母亲都是撑起家庭的支柱 父亲的身教言行 更是对子女有着莫大影响 深受邻里敬重的模范父亲 着实当之无愧 我们那么多模范父亲 真的是相当的骄傲 所以我们一辈子 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社会 贡献那么多 把孩子都养大长大 所以我们家属们 也要感觉到很骄傲 对于模范父亲 我们真的讲是相当不容易 凤林镇近几年 在代表会与政公所合作之下 让凤林有了新的气象 同时也希望好的施政 能够持续为凤林的乡亲 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 在各个环节 为我们凤林这块土地 做出最大的努力 那这份的成绩来一一的 在我们共鸣的 不管是四种 我们的所有的一体建设 我们所有的福利政策 我们所有的老人关怀 我们都一一在展现 那尤其是在座的 很多的我们的保健 你们都不用担心 你们的爸爸妈妈 虽然说你们在外面打拼 但是我们工作 都跟所有的老人家 照顾得很好 凤林镇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现场不只公开表扬 模范父亲之外 更将日前为模范父亲 合影的照片装框 连桶礼品 一桶送给每一位模范父亲 感谢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付出 记者临结凤林镇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